我们直接看一下人物睁眼闭眼是怎么样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人物在闭眼的时候是一片漆黑的 那随着光线的增强人物睁开眼睛 然后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开始闭上眼睛 然后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再睁眼的时候是另一个画面 然后停留一段时间之后 中间会有一些这种清晰度的变化 然后人物又闭上眼睛 首先我们还是导入一些素材 那这边我们就加载两个素材 作为这个睁眼闭眼的这样的得力 好这个文件呢有损坏 我这边又替换了一个文件 然后这边我们将它导入到AE 好现在我们把素材呢 加到时间轴上新建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实拍的素材 那首先我们要模拟这个眼睛睁眼闭眼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画出眼睛的形状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就直接右键新建一个纯色层 我们用黑色 确定一下 那这边图层 纯色设置 使用合成大小 确定一下 那首先眼睛的形状呢是椭圆形 点击左边的椭圆工具 我们可以去双击 先画出一个椭圆 然后在蒙版中翻转一下 然后这边展开它的余画 我们就直接给一个200 得到这个眼睛的一个这样睁眼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我们要从闭眼到睁眼做出它的这个显示 选中蒙版路径你可以看到这个形态 我们在左边的参考的地方你可以打开对称网格作为一个参考 那你可以看到它会给出横向纵向的竖线 那我们现在给蒙版路径做关键帧 所以选中蒙版路径我们底部 注意移动的时候你现在是整体移动 我们可以按住shift 劝选一个点将它移动到上边 或者底部 这是眼睛的底部 然后上边也把它拉下来 注意上边的是三个点 可以缩小一下画布 选择上边的三个点一起拉下来 就是你发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先撤销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有技巧性的 我们用想到工具双击一下蒙版的路径 打开定界框 那现在你在拖动的时候 它就一起进行运动了 我们先让它做出闭眼的状态 对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这个睁眼闭眼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容易 那闭到中间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因为这个视频有时间码 可能这个时间需要设置一下 合成设置 我们把开始时间改成 我们就输入零好了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起点就是零 然后你在移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移动到两秒钟左右的时候开始 睁开眼睛 那现在我们还是双击我们的蒙版 那注意现在因为点比较得近 睁眼的话我们是上眼皮 从下往上 这边再把它拖动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首先做出第一个 睁眼的这样一个状态 看到一个画面 我们后边开始移动 那眼睛不可能一下子睁开 肯定还会有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我又让它再双击一下 再往下闭合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眼睛可以睁得小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起点放在下边第二行的位置 然后这边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可以让它这个位置呢 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中 所以我们不用睁特别的大 我们第一次呢 先让它睁开这么大 然后开始闭合 那下边这个针呢 我们就删掉 重新调一下 然后开始往后双击 然后闭上眼睛 那么下一个画面 首先你看到第一个画面 睁开眼睛 然后闭上眼睛 那我们下一个画面 让它眼睛睁大一点 那我可以往后持续一段时间 那我们这边拖动一下 然后我们选中猛板路径 这次双击一下 我们给它拉得大一点 有些时候可能不太好选 这边把它大一点 我们这次眼睛睁得大一点 可以选择上下的这两条线 现在眼睛闭合之后 睁得比之前还要大了 彻底增开了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持续一段时间 看到中间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给它再打一个空的关键针 然后再往后可以让它闭上眼睛 我们这边注意 双击的时候不要点击到图层 一定要在合成中双击猛板的位置 我们现在再让它闭上 所以现在就等于说 我做了一个睁眼看一下闭眼 然后睁开在闭上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参考对称网格关掉 本身在睁眼闭眼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模糊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效果上 给它背景上打一个模糊 我们这边先显示一下 选择我们的背景 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模糊 比如说方块模糊 追加进去 你可以根据你上面的关键针去匹配 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需要多少 那一开始肯定不是特别的清晰 我们就打一个关键针 比如打一个5 我们在睁眼之后看到的是一个 这样子模糊的状态 选中途中按下U键 可以一起显示 你可以这个模糊的状态 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打一个空的关键针 那后边继续睁开眼睛 那这个过程我可以让它清楚一点 比如打一个3 首先你有个模糊的睁眼状态 然后是清晰的过程 那后边中间这一段就自由发挥了 那我可以说打一个3 移动一两针打个5 或者说我再打个0 然后往后再打个3 这样子就等于说我这个眼睛有一个对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5 直接变0的话可能有点快 我们改到2 352 然后再到0 有一个对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个眼睛可以复制 粘贴一下 然后看到清晰的画面再闭上眼睛 那中间这些关键针可以选中 我们可以通过动画 关键辅助 加点缓动 那可以让动画 让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闭上眼睛 效果呢不是很难 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主要是调关键针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先自己拖动 看一下需要的时间 比如说睁开眼睛 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闭上眼睛的过程慢一点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让它黑屏一小会儿 之后呢我们可以睁开眼睛看到画面 然后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继续 它有一个模糊 再到清晰 然后再到闭眼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自己把控这个帧数呢 都可以随时去调位置 首先你自己拖动 觉得怎么样舒服 然后再去把握